有一個TP 這是宙斯來到的下落的邊線 T1準備來接這一波 但艱巨型的主動來做反打 兵線打在了Owner身上 這裡有多的聯手綁住 但是仍開始有轉移 頭帶 閃見的必要抓到了 菲可被擊殺掉 全體愛死了 直播交人第二段的配線顆 閃現還是被艱巨給射穿了 咱們夾了死了 先把艱巨給處理掉 菲菲倒著下落的雙一組 這時候King在四個人當中 腳是腳到但又被蝦子 給推到牆上 回頭推到蝦子 DONER 大力不Double Kill 球比瘋狂帶點 但是 逃得掉吧 這裡的火箭條約 但是派哥在他臉上勾了回來 小炮 被法洛斯打到這個Shut down 雖然菲菲第一時間點 是直接把菲可給擊破掉 但這次的情況不一樣 他們是主動進攻 所以他們陣型出去了 反而讓後續賈克斯 有一個繞後的機會 能夠威脅到對方的後排 他已經沒有足夠的CC 去做銜接了 想來結束比賽 只有Kenny在做防守 這整個夏季賽 提款都疊疊撞撞的 但是兩度錯失門票了他們 兵線清掉 目標是他們連續第三次的決賽 不過兵線馬上就要出來了 還有一波 閃現想拍想斷兵線想拉 但是Guma也在點他 Guma拿了一波Double Kill 這是LCK的第四種子 準備向T1 準備向BLG發起 最後一次冠軍的挑戰 第五冠T1 準備來挑戰了 未來或許會是你的 但現在這個還是屬於Faker的時代 長江後浪推前浪 但你要看 你想推的前浪是誰 這是Faker 這個浪過不去 十連敗 但是今天這個世界賽 還是T1的主場 對於GENG來說 是真的有點可惜了 因為 對於GENG